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化县议会连开两天的这个两次的记者会 那这个记者会的主轴就是在讲行政中立的问题 那大家都知道这个贵平谷 这一次在张化县长的选举选输了王慧美 尤其输了好几十万票 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落差 可是他选输了以后呢 他去参加了败选联盟 这年就民进党逐政诸校的台湾驻来水公司的董事长 这么大哦 很大才不说的 我告诉你 现在已经很大了 还有书记 还有乔车 还有很大的办公室 出门 下面就是这些人 这些人要做什么 都拜托他说 看股子有拼好饭好吃吗 我才知道说 乔民国没差 大家做得那么久 你今天说乔车这个选举 你竟然行政不中立到 已经做蔡英伦张化县进省总部的主委 没有大金 你现在又抚栓 这些立委 我只不说在北海看 只在丸林丁中宽区看到乔民国 你一天到晚在干什么呢 你在那边什么开奖 庙口开奖 还有在街头在那边拉票 三个是什么呢 是你做官邓的时尊所流下的 一些贷值啦 你台湾主要是公司所赢的 这些费 你要不要摸摸良心看看 这是开工家的钱 去冲蔡英文的选举 跟那些立委来打纸在野党 你中华是无政府或无丢职业 还是大家都去睡 这小学生就知道违法的事情 没有啦 因为他们是民进党所以可以嘛 这点道理你还不懂吗 对啦 谁叫你不是党中业 不过你看啊 其实呢 已经很多很多的这些叫做 政府的国营单位的公司 被拿来酬庸 但是好像位置还是不够分 团结就能胜选 团结就能胜选 他们今天都来了 所以团结不是问题 在民进党团结不是问题 那我们会透过内部的沟通 来解决有一些选区上的问题 蔡英文去平东 对啦 对啦 没骗人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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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没骗人的 你都没骗人的 阿龚瑞从来的总算了 阿龚瑞从来的总算了 阿龚瑞从来的总算不来啦 从来的总算也拜托大家啦 都是外奖完全持续乌有的事 假新闻何其多 你看看我到现在 我们都还在帮总统服选啦 你也会持续在那里争取不分取 当然了我一定持续争取啊 蔡英文去屏东帮庄瑞雄 和钟嘉宾拉票 但是苏正清也来了 但是场面好像真的有点尴尬 而且蔡英文总统啊 始终脸都没有往苏正清的方向 看过一眼呢 历史哥 是啊 这件事啊 我很早前其实本来想要做个直播来讨论 既然今天在节目上遇到 我觉得非常有趣 其实这件事充分地曝露一件事情 就是新潮流已经筹到没有位置筹了 我最近打一个比方大家觉得很生动 说给大家听 国民党在筹庸是这样子 假设他有十个位置啊 那如果说筹庸完 十个位置 公侯博子男 论姿排辈 筹到第十一个位置啊 假设是那个 假设是嘉庆哥好了 那嘉庆哥OK 你还可以 那对不起 历史哥你太年轻 你再等等吧 那等公侯博子男死了一个再补一个 那他就最多十个筹十一个 这是马英九时代 可是到了民进党 现在新潮流 新苏联这一批人啊 财狼虎豹啊 他怎么筹用 十个位置不够对不对 不 没关系 爸爸再生十个位置给你 OK 那这件事情是很可怕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 这一次其实 苏正清的事情回归头来讲 就是因为筹庸太厉害 而且呢他们野心还很大 为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图 稍微分析一下 现在啊 这个民进党被谁霸占呢 被这个所谓的新苏联 新苏联是什么 新潮流加苏系 所以整合在一起 然后呢 他们呢 说他们已经经过蔡英文的同意啊 组成所谓的不分居提名委员会 那大家知道 这个苏家全他们家族是属于鹰派的 是属于小鹰做下鹰派的 那他们家族有两个人在当立委 一个是苏家全 另外一个是苏正清 就他们孰子梁 那这两个在当立委 那这一次呢 苏家全说他不要不分居了 他要退下来 苏正清因为屏东本来是三席立委 因为他们做得太烂 人口流失吧 剩两席 所以呢 只剩下一个谁 只剩下宗嘉宾跟这个苏正清要选 那宗嘉宾是新潮流的 那苏正清就退了 退了之后 其实你想 你退两席立委 你要的是什么 他换一席不分区可以吧 为什么换一席不分区 大家知道现在的屏东县长是谁 潘孟安 潘孟安是谁 潘孟安是新潮流的 那潘孟安现在准备要结束了嘛 他第二任选完了嘛 那本来啊 苏嘉宇他们很希望 再重新忠心他们的势力 那他必须从屏东再做一次宪展 那他做一次宪展的话 要怎么做最简单 很简单 你就做不分区立委 然后直接不分区 其实就是预备来选诸侯的吧 这是各政党操作很常见 也不会被人家抨击人来烙跑 对不对 因为现在烙跑 被民进党炒得也太高了 所以如果他回去选区域啊 他很有可能被炒烙跑之名 所以 那我苏嘉宇我想他的打算是这样 我苏嘉宇再苏正清我两席啊 立委退下 我换一群不分区啊 不分区啊 之后我去选屏东线啊 OK吧 可是潘梦旺因为这次什么 灯神事件 有没有 因为他这个灯会办得太成功了 所以呢 升格为灯神了 哇 那你看刚才这个中嘉宾啊 现在的屏东线啊 他已经确定这个选区了嘛 在蔡英文旁边笑得多么灿烂 他也是新潮流的 所以呢 他知道如果接下来轮啊 如果把苏嘉宇家族排挤出去 那中嘉宾的机会就很高了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赤裸裸民进党 内部派系的权力恶斗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其实蔡英文这个 已经被这个所谓的新苏联啊架空了 我认我老实说 他现在都是大局为重为首嘛 那所以被架空之后 所以蔡英文呢 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去骂苏嘉全 没有去骂苏正清 他顶多装作不理他 他说我们会再协调 可是为什么没有讲 其实蔡英文所谓的同意 你看我刚才这个同意啊 为什么我特别把它括号起来 原因很简单 这个同意是没办法 我一定得同意 因为满朝都是新苏联的人嘛 现在连行政院都被新苏联的人给架走了嘛 所以这个部分 你就可以看出蔡英文权力的悲哀 所以我这边公开的呼吁英粉啊 你们如果真的那么爱蔡英文的话 你要让蔡英文重新自由 最好是让蔡英文背后这帮人都下海 蔡英文还那么年轻 他可以再选一次了嘛 而且你们不是看不起韩国瑜是草包吗 他上来做肯定拜拜 所以呢 蔡英文要希望有再做一次总统 很简单 这次不连任 这次先输掉 下一次呢 他就有希望了 是不是 我讲得很有道理吧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